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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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星座 知道自己是这个星座 然后一看它上面的分析觉得跟自己特别像 然后就深信不疑吧 以前觉得挺准的 现在就逐渐逐渐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就相信这个应该是上升星座 其实我一开始什么大爷啊 老干部啊 我不是很喜欢的 但是现在都很喜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能感受到一种亲切感 包括小饼 老干部 接下来的话你再演戏上还有什么 暂时好像还不能说 如果为自己安排一个热闪 你希望是季消兵后面发生 就季消兵不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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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季消兵演技啊 对 那确实是很开心的 季消兵演技不行 一个字一个字的 或者是两个字 最多是三个字吧 一般就比较简短的 好的 好低 好啊 然后加一个表情 少则一个小时 多的话可能半天 或许以前还有 现在真的是没有拿手的菜 好久没有做过菜了 以前会的 以前其实做的还挺好吃的 叫醋溜原白菜 我们那叫爆菜 很好吃的 又辣又酸又血 又辣又酸又血 我快忘了 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做一个自己感觉最标的动作后 再说一句自己觉得最新的情况 这个真的是好难啊 小老师考验你也记得时刻到了 这个真的是不太会 我平时也不会撂 嗯 闭个心 男生说我爱你 我爱你 好的 好的 我接受了 小老师说想挑战发生舞台 还想挑战什么舞台 为什么 还想挑战 就是跟我反差很大的那种 很想演 特别想演 这种可能会像变魔术一样 会给人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 这种感觉是我最喜欢的 你哥有演话剧的题目吗 想挑战经典还是原创 都想啦 话剧舞台其实还对于演员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舞台平台 想问基老师最喜欢哪位歌手 以及最拿手的一首歌是什么 KTVB唱的那种 好多年没去过KTV了真的 不骗你们 最喜欢的歌手是陈医生 会跟着唱 浮夸呀 什么富士山下 下一个要采访高汉宇 你问他最稀利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就还挺稀利的 问高汉宇是如何想要发奋健身呢